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聊一个话题 在刚刚我们谈到 就是今天民进党终植会 那当然主角都是在看蔡英文 不过事实上也没什么 大家反正知道说一定就是通过 她去要选总统 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聊一下 就是今天会通过第二波 征召选区的立委提名 那南部的一些所谓的优势的 一些选区的人选 初选阶段大家都差不多 也大致底定了 可是这个中部以北的部分 有一些这个名单 就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了 那这个时候当然有人说 还在征询一些当事人的意愿 看他们要不要出来选立委 这里面有什么呢 好像感觉上民进党要力图出奇招 包括了要选强棒 就是所谓的像赵世强 这位体育健将 当时体育明星 还有名嘴 可能在友台大家也看过 中年谎 像这样子一些人 如果出来的话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人耳目一新 是为民进党加分吗 那对于蓝军来讲 又会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是很快可以聊一下 光景你先说一下好不好 其实这个民进党 大概从游锡坤当主席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所谓的骑兵策略 那时候是说 学那个那时候的日本首相 他们不是有一个 一个是什么名词 他也出骑兵 那时候挑选的 大概美女辣妹 名嘴其实也都在里面 但是要看议员 那这一次呢 我就看前几天的自由时报 他比较两个名嘴 一个是何柏文 一个是中年晃 这两个是大话里面的固定班底 就何柏文是在新北市 他丢到那个选区 跟其他要参选者 他们做民调 就他是该区的这个民调第一名 就另外配一个新闻是说 那这个中年晃 他就没有参加民调 而是党中直接征召的 那就在同选区要参选那些人 当然不服 要你就按照游戏规则来 但是也不能否认说 这些名嘴效应就是因为一个节目 在里面固定这么久 然后上节目 那我还曾经在一个私下场合 听到有一个政党的这个领导人 负责人 他就讲说 有一场那个聚会里面 那些名嘴走进去 所有那个现场 那个大概五十几桌 那些支持者 对他们就是啊 很热情 然后毕恭毕敬的 他说有 有俨然像一个部长级的走进来 其实在绿营里面 他们是很吃香的 说连他这个部长级的 都没有这种待遇啦 当名嘴可以当成这样 对不管是知名度 那就有点说偶像化了嘛 或是他们的那个区域里面 但是不管怎么样 当你一个名嘴 你丢到一个征战区域里面去 第一个我们刚讲的游戏规则 第二个 你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像你的知名度 在媒体的光环那么有票房 这个需要实战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像赵世强你刚讲那一区 民建党还没有搞定 我就看到就说 你是在找 那一区好像是苏巧慧 另外郑云棚也被寻击嘛 那你如果说像 或者是说 哪一个什么 就是所谓明星级的 他如果去配一个地方的 那个实力派的政治人物 那有人就评判说 还是这个地方的实力派人物 他比较具有这个战力 所以不一定是说 所谓你有带有 像体育明星光环 或者说名嘴明星光环的 这些人他放到选区他一定会赢 但是他的那个知名度 他在民调知名度 因为知名度高 或者支持度高 他民调很容易出现 占了别人的机会 这是有的 那第二我们就看结果 我觉得他在选区胜选 你看以检院为例 是议员 但不过现在是选立委 但是他那个效应是存在的 检院可以打败在当地的那个李文英 在经营那么多年的 所以他是一个扩散的一个效应 那能不能在这次立委里面 做一个发酵 还有如果今天的很多名嘴 或明星光环的人一起参选 你知道立委跟总统 这次合并的 那他会带动一个集体的一个效应 站上去 哇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的那个 那种吸睛的程度会加强 但他那个气势会起来 是 所以一宏那是不是蓝军要准备 要好好的来应战呢 如果说这一招真的是有效 我觉得提名名嘴会当选吗 我觉得名嘴选市议员大概 机会比较大一点 那选立委的话就比较难说了 因为你这个有些东西 尤其这种单一选机的选举 你真的平时要经营 不是靠你在台上讲那些 每天讲那种脸那样 空气飘就可以了 现在我觉得多提几个名嘴 但他们真的选看看 选一下就知道是他们会上还不会上 我的研判都不太会上 因为你当名嘴的时候是名嘴 你讲人家因为你自己本身没有色彩 等到你下去竞争的时候 人家就看你原来你这个自己也政治思心很多 以前曾正龙以前当金主的时候 省议员二三十个通通用他的车子 每个看到曾正龙恭恭敬敬 阿龙北关中南阿龙 等到他自己跳下来选选立委的时候 这辈子地方派系人跟韩打 就是这样子吧 你中年房现在人家那边怎么林伯温 大家都领客气何伯温 大家都领客气 那你他要跳下去选好了 选入选举具有派系就有对手 你的祖宗三代都会挖出来 我告诉你 其实民进党党中央会去动这个三立 这个大化新闻的这些名嘴的脑筋 我是有点讶异 那我猜其实三立跟谢长廷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谢长廷现在又是主导 这些坚困地区的提名的主任委员 我这个里头是不是有关系 我是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去提名这些人 其实是一种施策 因为你在坚困地区 你要栽培未来的人 那这些名嘴大概选一次落选以后 就算了就死了 那我觉得那个当地的人 如果有未来之心 有潜能的将来 你应该趁着机会去说你打不赢 但是是培养未来 我就这个样子才对 而且单一选区的时候 民进党是跟这个是跟总统一起选的 难道你不要往中间移动吗 你搞了这些深绿的名嘴 到处这样作乱 这样的兴风作乱 当然他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会是比较强 但是对整个这个全国民意的这种倾向 是有利的吗 我是非常非常的怀疑 而且我跟你讲 很多名嘴其实都是记者出身的嘛 记者干记者的时候 写编很会写 写编写得头头是道 等到他退休了 或者他辞职不干了 叫他干什么事情 没有一样会干的啦 就吹一张嘴我告诉你 不不一逢我不同意 因为这些人在竞选的过程中 站在演讲台上 就像大话那一套就行了嘛 狗狗就黑黑棍了 他就是像想要黑黑棍而已 但是黑黑棍不容易流烈了 这个票是空气票不实在嘛 不实在嘛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这个阿里山小火车翻车 意外事件 让原本呢 这个非常活络的两岸观光啊 现在最近好像有一点变数了 就在陆克即将要开放自由行之前 大陆的国家旅游局长 少奇伟 他突然放话 而且还说了重话 他说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 所以呢就被外界解读 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陆克自由行 阿里山嘛小火车 换车 那到那个舒花公路会落实 会砸到人家的头 那你说这样的消息传出去 那自由行谁敢来啊 自由行的这个推动 基本上是跟这个案是无关 被令委连番质询 会不会因为阿里山小火车的事故 让即将开放的陆克自由行 申辩让交通部长毛治国脸色 一阵青一阵白 原来是因为大陆国家旅游局长 少奇伟突然放话说 目前陆克在台的旅游经也太集中了 应该要分散游客降低事故发生率 甚至说出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 这样的话 让即将开放的陆克自由行 被解读可能生变 大陆这边有跟我们再做沟通过 会不会喊咖 谢谢谢谢 不会不会谢谢 交通部长毛治国对于少奇尔话冷处理 就怕议题再延烧 不过大陆之前 对台湾发生的陆克旅游事故 多以个案为由低调面对 但这次发生阿里山森林火城事故之后 大陆媒体批评声浪高 让原本两岸热露的观光 陷入紧张 但毕竟是开放陆克来台自由行之前 少奇尾的这段话语气的确不清 总继新闻宇洛伟 是山以台北采访报道 好旅游不安全 当然我们其实也会紧张的 不是只有陆克会受伤 有死伤的 其实也包括了台湾人 这个问题我们资深导游 陈寿路大哥怎么看 是不是可以先请我们的导游讲一讲 难道真的现在出去带团 在国民旅游在台湾玩 都会很紧张了吗 只要新闻一报导 哪里有出错的问题 其实整个国民旅游 甚至外国人来台 意愿都会这样一直掉 掉到会很痛 但是我常说 刚刚来宾很多人讲说 要含泪投票 整局台湾的观光不用含泪投票 因为台湾的美景 真的是太漂亮 那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再重复一个问题 观光局有一个迷思 希望每一天有多少的路客 进来到台湾 比如一天五千一天六千来 你看一天的量 大概上阿里山 大概有150几步到200步的 有车上阿里山 那整个公路是不是能够复合这么多 太鲁阁国家公园一个管理处 我那一天带一个团 一个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带国内的团集 进入到太鲁阁的时候 只有一台台湾国旅团 其他三四十台全部都是大陆客 全部都挤在九曲洞 跟印子口那个地方 造成这个旅游 流气的一个品质 到底是不是好或不好 其实这个每个人去玩的人 都会了解到这一点 那我个人上觉得如果说 叫我们说开放自由行 其实以旅行社业者来讲 这是对我们很痛 但是因为旅行社可能这样的 就没办法赚到钱 但是如果为了全体的一个利益 因为开放自由行之后 我个人上觉得 会分摊这个风雨区的一个压力 另外让一般的民众 比如市井小民不管计程车 不管说台湾的小吃 不管很多各地的景点 我们的旅游业会开发更多新的景点 然后来分散这样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 我们更多人可以享受到这个好处的 对的 如果以台湾的长颖的观光来讲 我个人上认为开放自由行 就会少掉很多所谓 集体旅游安全的问题 好 我们先